玻璃城县蜘蛛网状这次台铁又发生公案意外 207次太鲁阁号今天上午8点多 行津大理浮荣坚实 驾驶室被施工断裂的钢轨庄击中 幸好没人受伤 当时正在进行宜兰县浮荣石层间 32公寓的地卯边坡改善工程 那是在做上边坡钢轨庄的打设防护作业 在施工的过程中 钢轨庄不慎断略掉落 敲击到我们刚好经过太鲁阁207次的车窗玻璃 我们就派遣了我们的调查员到现场的工地 进行收证跟调查 那最主要是要厘清这个事故的发生的原因 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对相关的联名进行访谈 事发原因还有待调查 台铁4月份才发生太鲁阁号出轨意外 当时全面检视工程安全 不过近三个月又接连发生九起事故 包括大山站电力设备故障 苏澳新站转车器故障等 不仅影响列车运转 旅客的行程也被打乱 外界质疑台铁螺丝是否又松了 就怕事件重演不管是意外或是人为疏失 防范措施还是要做足才能避免悲剧发生 大一新闻梁嘉明台北报道